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令人关注的新闻话题 首先 年轻人们开始青睐便宜地挂面 这种曾经被视为中老年人的食物 现在成为了他们省钱的最佳选择 每顿只需1.4元 简直是经济实惠的代表 接着 陆威敏轩集团的最新财报显示 高端消费品市场正在放缓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 这让人担心未来的消费趋势 最后 田和光能在光伏产业寒冬中 仍然保持盈利 但高负债和库存压力让未来充满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随着股市波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通过挂面来节省生活开支 挂面以其低廉的价格和多样的吃法 成为了年轻人的省钱神器 例如 35岁的罗全 通过详细计算发现挂面每顿的成本 仅为1.4元 远低于其他方便面 它的饮食习惯转变 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在经济压力下的生活智慧 如今挂面不仅被视为中老年人的食物 年轻人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各种创意吃法 展现出对简单食材的热爱与创新 在高端消费品市场 陆威敏轩集团LVMH近期发布的财报显示 第三季度销售额同比下滑 引发市场对中国市场的担忧 尽管中国市场的高端消费需求有所减弱 陆威敏轩集团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计划继续在中国市场进行投资和市场营销 尽管面临挑战集团认为中国仍是全球高端消费品的重要市场 并将通过产品创新和调整策略来吸引消费者 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 李云泽强调了当前经济形势下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他指出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信贷管理 聚焦重点领域确保金融环境的良好发展 李云泽还提到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吸引更多外资机构落户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通过精准施测和风险防控 金融监管将为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撑 网易在2024金融街论坛上 吴清主席强调了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 对中国是现代化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 只有通过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深化金融合作 才能为经济注入确定性 吴主席提到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 产业升级和社会财富管理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提出了多项措施 包括促进投融资协调发展 支持新制生产力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塑造良好市场生态 以确保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网易 近日广东新月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完成新一轮融资 注册资本增至约4.55亿人民币 这家公司专注于车硅及碳化硅芯片的研发与制造 位于广州南沙 正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重要力量 南沙已形成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 新月能的碳化硅项目是广东 强新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 预计未来将推动更多相关企业落地 新月能的成功融资 得到了多家国资平台的支持 显示出广东在推动半导体产业 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网易在2024金融街论坛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 分享了关于高质量发展 与经济动态平衡的看法 他介绍了落实一揽子增量货币政策的情况 强调了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潘行长指出 经济运行中需要保持增速与质量的动态平衡 强调消费的重要性 并提出要加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风险防范 他表示 人民银行将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 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网易 抖音生活服务 近期针对无资质招来游客的行为 展开了严厉打击 发现了部分用户 在未取得相关营业执照的情况下 利用短视频平台 发布旅游信息 并吸引游客 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 抖音生活服务 自2024年8月起 对2.2万场违规直播进行处理 并对13万余条违规短视频 采取相应措施 平台同时升级了安心游系列保障 确保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 享有更高的权益保障 抖音生活服务的目标是 通过此次专项治理 促进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提升消费者的旅游体验 网易 光伏产业经历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天和光能在这一背景下 依然维持盈利 但其背后却是高达300亿元的存货 和不断增加的负债 尽管公司在光伏组建市场 仍能保持威力 但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均出现大幅下降 面临的现金流压力也十分严峻 天和光能的扩张策略 与行业寒冬形成鲜明对比 未来能否继续盈利 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应对资金压力 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面对股东减持和高负债率 天和光能的管理层 需寻找新的融资途径 以度过行业困难期 网易 A股市场在近期经历了 显著的上涨 户值 深圳城址和创业板值 均出现了大幅上涨 尤其是科技股和金融股 表现亮眼 此次市场反弹 受到多重利好消息的刺激 包括习近平总书记 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以及央行和证监会 在金融论坛上的积极表态 表明将采取措施 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 央行行长提到 可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并推出股票回购等政策 预计将为市场注入信心 整体来看 A股市场的热度回升 反映出投资者 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 网易 最新的70层房价数据显示 尽管整体降幅有所扩大 但房地产市场信心 正在逐步增强 预计10月份将止跌回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0.5% 而二线和三线城市 也呈现相似趋势 特别是北京 广州和深圳的二手住宅价格 分别下降了1.3% 1.1%和1.3% 不过调查显示 受访者对未来房价持乐观态度 认为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将保持稳定或上涨 专家指出 随着政策效果逐渐显现 市场成交量回升 价格下跌的趋势 可能会得到遏制 预计10月整体房价将有所回稳 此外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和商品房销售面积的降幅 也在逐渐收窄 显示出市场底部逐渐清晰的迹象 未来四季度 可能会迎来反弹的机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